撒末尔记下第二十二章 当耶和华救大卫脱离一切仇敌和扫罗之手的日子 他向耶和华念这诗说 耶和华是我的岩石 我的山寨 我的救主 我的神 我的磐石 我所投靠的 他是我的盾牌 是拯救我的脚 是我的高台 是我的避难所 我的救主啊 你是救我脱离强暴的 我要求告当赞美的耶和华 这样我必从仇敌手中被救出来 曾有死亡的波浪环绕我 匪类的急流使我惊惧 阴间的绳索缠绕我 死亡的网罗领导 我在急难中求告耶和华 向我的神呼求 他从殿中听了我的声音 我的呼求入了他的耳中 那时因他发怒 地球摇汗战斗 天的根基也震动摇汗 从他鼻孔冒烟上腾 从他口中发火焚烧 连炭也着了 他又使天下垂 亲自降临 有黑云在他脚下 他坐着几路波飞行 在风的翅膀上显现 他以黑暗和聚集的水 天空的厚云为他四围的行攻 因他面前的光辉 碳都找了 耶和华从天上打雷 至高者发出声音 他射出箭来 使仇敌四散 发出闪电 使他们扰乱 耶和华的赤色一发 鼻孔的气一出 海底就出现 大地的根基也显露 他从高天伸手抓住我 把我从大水中拉上来 他救我脱离我的劲敌 和那些恨我的人 因为他们比我强盛 我遭遇灾难的日子 他们来攻击我 但耶和华是我的依靠 他又领我到宽阔之处 他救拔我 因他喜悦我 耶和华按照我的公义 报答我 按照我手中的清洁赏赐我 因为我遵守了耶和华的道 未曾作恶离开我的神 他的一切典章 藏在我面前 他的律力 我也未曾离其 我在他面前做了完全人 我也保守自己远离我的罪孽 所以耶和华按我的公义 按我在他眼前的清洁赏赐我 慈爱的人 你以慈爱代他 完全的人 你以完全代他 清洁的人 你以清洁待他 乖僻的人 你以弯曲待他 困苦的百姓 你必拯救 但你的眼目 查看高傲的人 使他降悲 耶和华 你是我的灯 耶和华必照明我的黑暗 我借着你冲入敌军 借着我的神跳过墙远 至于神 他的道是完全的 耶和华的话是炼尽的 凡投靠他的 他便做他们的盾牌 除了耶和华 谁是神呢 除了我们的神 谁是磐石呢 神是我坚固的保障 他引导完全人 行他的路 他使我的脚 快如母鹿的体 又使我在高处安稳 他教导我的手 能以征战 甚至我的绑臂 能开铜弓 你把你的救恩给我做盾牌 你的温和使我伟大 你使我脚下的地步宽阔 我的脚未曾滑跌 我追赶我的仇敌 灭绝了他们 为灭已先 我没有归回 我灭绝了他们 打伤了他们 使他们不能起来 他们都倒在我的脚下 因为你曾以力量 竖我的腰 使我能征战 你也使那旗来攻击我的 都浮在我以下 你又使我的仇敌 在我面前 转备逃跑 教我能以剪除那恨我的人 他们仰望 却无人拯救 就是呼求耶和华 他也不应允 我捣碎他们 如同地上的灰尘 践踏他们 四散在地 如同街上的泥土 你救我脱离 我百姓的征进 保护我 做列国的元首 我素不认识的民 必侍奉我 外邦人要投降我 一听见我的名声 就必顺从我 外邦人要衰残 战战兢兢地 出他们的迎寨 耶和华是活神 愿我的磐石被人称颂 愿神那拯救我的磐石被人尊宠 这位神就是那为我申冤 使众民服在我以下的 你救我脱离仇地 又把我举起 高过那些起来攻击我的 你救我脱离强暴的人 耶和华 因此我要在外邦中 称谢你 歌颂你的名 耶和华 赐极大的救恩 给他所立的王 施慈爱 给他的寿高者 就是给大卫 和他的后裔 直到永远 我会让他来 感谢观看